安省疫情再度恶化 新增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人数在创新高 过去24小时天797人染疫 打破11月2号路德的732人 死亡个案上升4宗 安省卫生厅长叶利亚表示 797宗新病例中 多伦多占265人 莴代华占182人 皮尔区占134人 约克区占78人 40岁以下患者占整体新病例的比率 为57% 截至周四8号早上 安省整体感染人数达56742人 染疫死亡2992宗 爆发疫情的长期护理院增至57间 住客感染人数略降至153人 死亡增3人 至总数1879人 院内护理人员染疫 进一步上升7人 至总数172人 死亡维持8人 住院患者崇尚200人以上 至今有206人需要住院 47人接受深切治疗 29人使用呼吸剂 男性在整体患者中占27,096人 女性占29,249人 年龄在19岁或以下占5,033人 20至39岁突破2万人 达2,0126人 40至59岁占16,069人 60岁至79岁占8,973人 80岁或以上占6,529人 安省实验室于过去24小时 进行了48,488个样本检测 等待做初步的检测样本 增加2,705个 至总数58,118个 而安省至今共进行 4261,111个病毒检测 此外 多伦多有关14的限聚令 周四开始生效 该措施主要希望可降低病毒的传播 该项措施是由多伦多医疗主任 艾伦德威拉医生提出 并于上周或是议会议员一致通过 新限聚令下 多伦多所有14个容纳人数 会由100人降至75人 每张台可容纳6名顾客 14也要记录每名顾客的通讯资料 而非过去只登记同台的一名顾客资料 14内的背景音乐或声音的音量 不能超过正常讲话的音量 多伦多市长庄德利表示 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决定 但为了市民的健康 及维持经济发展 必须做出这项决定 另外 为了协助减轻新法规下的影响 市议会也已批准14在冬季 可继续提供露台餐饮服务 ho餐饮服务